Murda 我由11歲開始學琴 家中一天無故問我 這兒子有興趣學琴嗎 那我心想也好 試試,沒試過 音樂主要是靠耳朵去聽 所以給我機會試試接觸音樂去彈 其實我一出生就會幻想一個 視網膜色素病變 這個病會令我視力慢慢退化 其實一出生的時候 已經比一般人差 我想都三成視力左右 但是慢慢退化的時候 現在只剩下不夠一成的視力 有機會一天完全看不到 我需要把琴譜放得很大 才勉強很慢地看得到 花的時間會比較多 記譜的時間真的最長 因為看一粒音符也要花很多時間 一般人一眼就看幾個音符 真的會比較辛苦 而且眼睛也很容易累 幸好我自己反而沒有其他東西 去吸引我 譬如其他人會喜歡玩遊戲機 我這些又做不到 變成可以專心花多點時間 真的在音樂方面 之前都是在一些主流學校讀書 變成了身邊的同學 基本上都是一些健全的同學 特別以前 學校的資源未必沒有現在那麼好 可能學習方面真的會比較辛苦 而那時小時候 其實跟其他同學相處上 也沒有那麼容易融入 但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自己適應 如何跟主流的社會一起相處 我之前跟一群視像人士和一些視像人士的子女 參與了一部舞台劇 叫做《音階起碟》 做這個舞台劇最難是演戲 因為之前沒有試過演戲 因為這部都是一部音樂劇 裡面有很多唱歌 甚至彈琴的情節 所以一個人要做這麼多的事情 加上要記走位 是相當不容易 其實這次是我第一次創作 第一次嘗試作曲 我看完一部劇本後 用一個早上 其實大概不太長時間 一個小時後 就很簡單地寫了一首歌曲 因為我覺得整個故事很感動 令我挺有靈感寫到這首歌曲 說一個人如何放不下 他失去了一些東西 但一直都放不下 在舞台上 當然當自己投入角色的時候 或者投入演出的時候 那個過程其實也很享受 當然更開心的是演出完之後 觀眾給予自己的評論 給予我們的評論 無論是讚也好 或者一些意見也很好 讚的話 當然自己是有些地方做得好 但一些意見也給予自己進步 很多東西 其實我們應該看自己擁有的東西 每一個人是完美的 等於我自己一樣 可能失去了視力 但其實我擁有的東西還有很多 例如我可以跟別人分享音樂 其實這也是我自己最想要的東西 可能事實上視力的問題 實際上真的影響了日常生活 或者自己去做一些事情 限制了一些事情 但儘量不會讓自己這樣想 當自己不斷這樣想的時候 就永遠有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反而留意自己還有甚麼 還有甚麼才能 還有甚麼可以發揮出來的時候 就盡量去做 我想說雖然有些人 身體會有一些殘缺 可能有些人的視力不太好 有些會聽覺不太好 有些是屍體的殘缺 但不會影響到他們其他方面的能力 所以我們應該集中留意一下 欣賞每一個人的優點 而不是去看他失去了甚麼